法网女单也在昨天结束了两场半决赛的较量 哈勒普6比1 6比4横扫了前赛会冠军穆古拉扎 连续两年打入到法网决赛的同时 也守住了世界第一 另外一边 蒂芬斯则是以两个6比4横扫了好姐妹凯斯 首次晋级法网决赛 哈勒普和穆古拉扎此前的四次交手当中 1比3处于落后 但本场比赛 罗马尼亚人却展现出了极强的斗志 首盘比赛 哈勒普一上来就完成了扩发 一路获得了5比0的领监 尽管丢掉了一个8球胜盘局 但依旧以6比1的绝对优势获得胜利 来到第二盘 穆古拉扎提升了自己的状态 一度取得过领监 但顽强的哈勒普紧追不舍 并且最终完成逆转 以6比4再下一城 战胜穆古拉扎之后 哈勒普第三次迈向了法网的冲冠之战 同时也完成了女单世界第一的守卫之战 另一场半决赛在两位美国女将之间展开 而本场比赛也是去年没往女单决赛的重演 首盘比赛 史蒂芬斯面对凯斯势大力臣的进攻时 应对得当 很快取得了破发 而也正是凭借这次关键破发 史蒂芬斯以6比4拿下了首盘 来到第二盘 史蒂芬斯的发挥依旧稳定 上来便连颇代表取得2比0的开局 尽管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凯斯极力追了两局 但史蒂芬斯依旧以6比4再下一成 晋级决赛的美国黑珍珠将与哈勒普竞争最终的冠决 谢谢 谢谢大家